极乐式住持 行公长老慈悲 英国汉学院院长 生命法师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刚刚听到我们妙宫院长提到 老人家在受到病苦的时候 都没有一点烦恼 让陈德想到 他老人家在讲太上感应篇 那时候应该是七十三岁左右 就有提到 他老人家随时可以走 凭什么呢 世出世间都放下来 老人家可以走 他为什么还要常住在这个世间 是为了我们弟子们众生 受更大的利益 所以这一点 我们弟子们要深刻去体会 就像老人家病苦 全球为老人家诵经放生做功德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老人家他自己受苦 却让广大的功德 能够来消异世界的灾难 所以这个也是老人家 他随缘妙用的地方 就像老人家他一生 遇过那么多的挑战 就像在台湾弘法几十年 后来必须离开 老人家也是顺着这个缘 完全放下 也是指导弟子 此法本无真 真则是道义 都是想着保护好佛法的形象 其他的通通都能舍 所以离开台湾的时候 写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到了新加坡 好 刚刚我们妙公长老也提到了 团结九大宗教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宗教之间的问题 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老人家当时候起讲华言 也是随这个缘 用很短的时间把宗教都团结在一起 这个也是展现华言经世事无碍 把最难的事情把它化解掉 而且把宗教团结起来 而且到了新加坡 整个法宝 对整个大陆的同修 就很快流传了 后来在新加坡三年 缘分又有变化 也是随缘到了澳洲 把佛法 把传统文化 在澳洲这个平台 又结合到联合国 把它弘扬开来 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澳洲 诸位法师们带领同修 依照师父教诲 把和谐示范证做成功了 让市长在联合国 又成就了金空之有色的因缘 包含刚刚一开始 我们放了一首 恩师送 这里面也谈到 师长老人家随着这个时代的缘 用了很多的方法 来弘传佛法 也为这个世间开了很多的 庙法 来解决这个世间 所有的问题 也让我们能体会到 佛法管用 都能解决 像群树之药的弘扬 师长说群树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可以救济 像我们极乐师 像张永恒教授 还有很多老师 都在宣讲群树之药 这是救济的 那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 行宫带领法师们 老师们都在宣讲 无量寿经 包含我们 为众生善根伯仲 师长强调七天道德讲堂 我们康老师 师父一声令下 他一做完 就不知道好多年了 让很多的人 人生都有所改变 所以师长为这个世间 开了很多的庙法 现在要靠我们弟子们 继续把它发扬光大 那师长一声的行礼啊 如佛陀一般 也如孔子一般 那等于我们也要看懂 师长呢 对这个大时代以及后世的价值 那我们弟子们看得懂 我们就能以师制为己制 来提起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个是随缘妙用 师长的表法 包含 威夷住持有则得 师长所提倡的呢 都是他自己啊 先做到 就像老上说 中华文化就是霸德 是核心 那我们看到师长 他念念不忘孝亲尊师 是孝的表法 替 他对自己的弟弟 包含老师的小孩 非常的爱护 那每一年回到台湾 一定都会约醒功 还有他这些同学聚在一起 中 老人家说他牺牲生命嘛 都要把传统文化红传下去 尤其 在2020年过年 老人家去了新加坡 当时候 跟小公通了一通电话 整个电话的过程呢 谈的都是 国家 民主 政法的红传 这是老人家的忠 还有信 他答应老师的 学士加摩尼佛 红传 无量寿经 师长都 一生不改变 包含礼 都是自卑尊人 义 道义人生 师长能做的 他都会毫无表流去做 连 他老人家生活很清简 齿 他都以佛法众生为责任 就怕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是 就是 威夷住持有责得 柔和之子设身得 老人家言语非常柔和 就像我们康老师 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一开始 跟师父还不是很熟 都会很柔和的提醒 还有耐心的教导我们 最后苦待众生受古德 老人家讲经六十多年 都是为了我们 每一个弟子 所有的众生 成德也跟同修们 有共勉过 我们这一生遇到师父上人 就是我们了多生死 往生其乐的因缘成熟 我们也珍惜跟师父的缘 也不辜负师父六十多年 对我们的教导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